6月24日,游威迷在北京机场偶遇赵薇,只见她独自一人乘飞机,身边没有工作人员,显得非常低调。 赵薇一身打扮休闲,衣服看着挺普通,不是什么奢侈品牌,戴了一顶帽子,还有黑色的口罩,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,生怕别人认出来似的。 只见她一个人形色匆匆,就是不想让人认出来,结果还是被认出来了。 当然了,认识她的粉丝俗称威迷,毕竟赵薇曾经大红大紫过,想想1997年的环珠哥哥火到什么地步,喜欢她的人对她的身形还是挺熟悉,即使老了也能认出来。 此时的赵薇特别苍老,素面朝天,眼角的皱纹好明显,显得很沧桑,真是成大妈了,毫无女神气质,更没有明星味道。 赵薇看到粉丝认出来自己,有点不好意思,不过她还是很认真地给粉丝签名,只是感觉她再也没有以前的气势了,皮笑肉不笑。 再看她的胳膊上有瘀青,好像受伤了一样,不知道怎么回事。 看到整个人很普通,就像路人一样。 如果不是微迷,恐怕没人能认出来吧,她真的已经过气了,过时了。 看这样,她也不打算复出,就喜欢这种普通人的生活,不过一下从高峰跌入谷底,一开始接受不了。 然而慢慢习惯就好,毕竟陈明前就是普通人家的孩子,来自安徽五湖,没什么大不了的,最终再回归普通人就好。 娱乐圈的那些经历都是过往云烟,自己过得好,家人好就行,其他的无所谓了。 赵薇是1976年的,今年47岁,马上50岁的人了,结婚生育果,加上这两年的一些风波,导致她苍老得厉害。 她挺有钱的,但感觉比普通人还老一点,不知道为什么,看脸就知道了。 不仅老了,身材还发福,真是上年纪了,没有往日的风光无限,甚至不如范冰冰。 范冰冰虽然也经历一些挫折,曾经淡出娱乐圈,但最近两年又开始回归,努力打扮自己,状态比赵薇好多了。 赵薇恐怕没想到能走到今天这地步吧,终究还是内涵不够,能够把握住自己,后悔都来不及了,只能教育子女,不要重蹈覆辙。 赵薇顶峰作案野心炸裂,罪行不仅仅亲日辱华,如今现状大快人心。 赵薇因为小燕子这个角色一夜成名,但她并不爱惜自己的语义,而是一次又一次地挑战着自己的道德下限。 她不但亲日辱华,而且面对被自己的粉丝指责也毫无愧疚之心,被人破了一身屎,还不知难而退,继续为非作胆。 以前所有人都很爱赵薇,但是现在所有人都讨厌她了,现在所有人都觉得这一切都是她咎由自取。 消失了很长时间的赵薇于近日现身在机场,她衣着朴素,行动匆忙,没有了以往的风范。 她戴着口罩,戴着帽子,一身朴素的白衣,头发有些散乱,看起来有些发福。 尽管她现在被亲日辱华等罪名封杀,但她毕竟是小燕子,在国内也是颇受欢迎的,所以许多人都围了上来,想要和她合影。 她有多大的难耐,居然被直接封杀? 也许只是看一看她以前的经历,就会明白。 亲日辱华,操纵股市,殴打孕妇。 总之,赵薇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女人,最后落得这样一个结局,实在是太让人欣慰了。 进入演艺圈的新人,赵薇的家境并不好,她的父母都是很普通的上班族。 赵薇小时候就经常出去打工挣钱,所以她是由奶奶长大的,奶奶对她的溺爱让她的性格变得很外向,甚至还有点小公主。 从小到大,赵薇对读书并没有太大的兴趣。 相反,她对艺术有自己的追求,唱歌跳舞她都是自学的,高中的时候她的老师就告诉她,她可以往演员的方向发展,还经常带着她去各地表演。 这让赵薇从小就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。 原来在1993年,巩力出演的《画魂正式开机》,剧组在安徽五湖拍戏,当时还缺一个角色,所以找上了赵薇所在的学校。 结果赵薇这个长相清秀,性格活泼的女孩,就被选中了。 环珠格格的热播让赵薇一炮而红,因为小燕子这个角色,让很多人都很喜欢。 赵薇也是第一次以小燕子这个角色的身份,在观众们的眼中,她已经是一颗软软生气的星星。 很快赵薇就接到了不少剧组的邀请,拿出了自己的剧本,然后她就开始拍电影,比如情深深与萌萌,比如亲爱的。 要知道,那可不是一般的日本国旗,那是日本侵略者用来当日出的旗帜。 当时全国上下都对此表示强烈反对,但赵薇还是毫不犹豫地把她挂在了肩上。 这是对历史的蔑视,对曾经受到过的伤害的蔑视。 但她似乎忘了,国家的尊严是不能践踏的。 即使在2001年,没有任何一个论坛,没有任何一个微博,没有任何一个热搜, 但她辱华的照片还是被传得沸沸扬扬,这件事比她想象中的还要严重。 面对网络上的骂声,赵薇再也无法保持镇定。 她的经纪人发表了一条简单的声明,将矛头指向了设计师, 称这条裙子是出自美国人之手。 自从被禁足以来,赵薇还是第一次在公众面前露面。 她手里还拿着一本护照和一本文件, 显然是想要用这本书来证明自己并没有触犯法律,所以才会逃亡。 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羊猫衫,脖子上戴着一串佛珠, 自从进入佛教,她就坚信一切都能靠着佛陀来解决。 哪怕再大的困难,只要心中有一颗虔诚的心,也不会有任何困难。 从那以后,赵薇的感情生活就再也没有对外公布过了。 当然,她和那些富二代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, 直到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,著名的商业巨子黄有龙。 经过朋友的引荐,两个人的关系一日千里, 赵薇也不建议秦浩东有个孩子, 所以两个人的感情一直都很好。 不到几年的时间,秦浩东和秦浩东就结了婚。 有了黄有龙的提携,赵薇的事业也是一帆风顺。 赵薇就像是一只苍蝇,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, 这让她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影响。 但是在生意场上,她却不知道收敛,铤而走险, 做出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, 让那些对她有好感的粉丝受到了伤害, 而且她一点都不后悔。 虽然赵薇被血藏了, 但她赚到的钱可能都能用来做别的事情, 所以罚款对她来说根本就是九牛一毛。 但是她这辈子却是身败名裂了, 实际上这些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。 赵薇做过的事情太多了, 她的所作所为让她无法接受, 中国人最不缺少的就是那些三观不振的人。 所以我希望赵薇能安分守己, 别在圈子里胡闹。 最后赵薇选择了另一位女主角, 而这部戏也在悄然中开拍。 虽然这件事后来被查了出来, 但是赵薇的黑幕却是传得沸沸扬扬, 成了网络上的重视之地。